在今天的戚叉903轉節目 戚叉樂壇沒有轉到時段 嘉賓方面都是邀請在這個十二點半鐘上來熱鬧樂壇 今天有Lokman加上AK 古道門這首歌有很多形象變化 特別是Lokman 那時還記錄著長頭髮 Dreadlock頭 現在一身輕了 輕鬆很多 一身輕 沒所謂的故別總司 放輕了很多重探 其實也有很多回響 轉形象 轉頭髮 會令股市也有變動 十二個人都有很多聲音 所以這次也有一個新的轉變 自己想做這個轉變 這次這個頭髮是因為拍攝的角色需要 所以就剪了頭髮 之前有一個多一點頭髮 好像AK那樣 普通正常的長小小的男生頭 都是一個角色需要 過渡期所以最後就剪了 你覺得它是最短的 是啊 史上最短的 小時候見你也沒有試過這麼短 小時候沒有 人生最短的 這個綠棍莊 很清爽 清爽 不用吹頭 所以就很方便 每天節省很多時間 花姐批准了我化妝精頭 可以遲半個小時 正啊 睡半個小時很重要 很久的 ERROR整個Summer Plug 裡面其中一首作品叫虎道門 亦都應該收到一個指令就是 什麼都不管了 最重要是型 就是這首歌的主題 是不是 其實我們開始為何要找Aman做呢 就是我想做一首 Rap形式很多的一首跳舞歌 我那時心想 我想找哪一個 我覺得自己Rap不夠好 我想找一個人和我一起做 那時候第一個想起就是Lokman 我就決定 問花姐可不可以和Lokman做 Lokman最後也有一口答應 所以很爽快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性格 或者表演上的感覺都很相似 那個煞法能量 我覺得我們不如做一首 好爆、好詐的歌 大家往這個方向去 Lokman就不會推 一定要一起合作玩 這首歌 大家聽到很帥氣 有Rap、跳、爆炸等 所有AK所形容的元素 都出現在這首《虎道門》 那是否其實都和黑之呼吸 那一期一起做的 不是 先做黑之呼吸 是完全是另一個新項目 因為這次是 第一次我自己找Kal叔叔合作 想和Lokman一起去 嘗試一下曲風 找Kal叔叔幫忙 也是找Oscar填詞 這次創作的過程其實都挺艱辛的 因為我們錄了差不多五次 是我錄音最久的一次 我們錄了差不多五次 因為中間其實很多歌詞的修改 然後我們要很多不同版本去改 其實已經去到第五版 是Oscar那方面的歌詞改 還是你們的Rap 歌詞改 其實Rap 歌詞改得多一點 其實我只有一段仔Rap 所以我改的都有限度 Aman 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改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我們構思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是想散發一下 我們裡面心中燒得很旺的小宇宙 但一開始可能我們只是顧著 我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好像不是很多東西聽到主題性不夠 然後每次錄完之後再聽到 好像還不是很重 最後又得到Oscar大大和Kal叔叔大大的指引 不如你們嘗試向你們表演方面著手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台上爆發小宇宙 那個乾柴烈火怎樣燒 所以最後就有這一版 還有因為之前如果改一點字 改一點自己的字 我覺得好像更難 不如試一下索性整份改了 好像更快捷 還有腦筋好像再用得舒服 所以寫了五次 Oscar也有幫助 除了他本身唱的部分之外 也要由兩邊一起看著 譬如我們有些字 真的想不到這兩個字要修改 我想到有什麼其他字可以押韻 Oscar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然後可能有幾個字我們選擇 他給了很多字給你們選擇 我的部分比較多 因為我這次真的第一次嘗試Rap詞 Oscar和Aman都幫了 Aman幫了我很多Flow Facing上面的東西 Oscar幫了很多用詞上面的東西 譬如我有些字 Oscar覺得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意思 但有型的字 我給你幾個選擇 我再選擇哪一個是壓韻一點 有型的字眼 也挺有趣的 原來寫Raptive也不容易 很密集 你也要很適合音 要壓韻 所以才可以配合下去 所以這個歌詞也弄了幾次 我覺得壓韻真的很難 這次嘗試的時候 他跟我說了很多 我第一句可以跟第四句 尾是壓的 或者第二句 射詩 我聽的時候 很辛苦 究竟是怎樣的 我說為什麼這跟這句是壓韻的 為什麼這跟這個又不行 就會有很多這些問題出來 反而上一課 要寫有個故事性 如果只是壓韻的話 有時候會怎樣聽 你上句又不太接下句 所以真的要加點心思 所以在這個創作的過程 就出了虎道門這個名字 就是大的這門 然後才會很容易寫下去 對呀 最簡單的 我們是寫了一份詞 寫了一份詞 然後有我們的感覺 然後再得到我們的尊貴的老先生 幫我們親筆提示這個歌名 然後整件事 我們知道這個歌名之後 我們就覺得 兩件事好升 好合適 我們真的覺得 挺有型的 原來是老闆 就是所說 大家知道虎道門這件事 就是粵劇會用得多一點 就是臨出場前那一下 其實當然大家都有這個心情 或者經歷過這件事 還記得自己第一次 要踏出台版的感覺 無論是MIRROR也好 或者之前跳舞也好 怎樣可以好好裝備自己的心情 第一次的話 是會覺得這件事來得好 如果你說第一次踏上台版 無論大令勢也好 是真的學校升康 第一次走出禮堂 但當時其實是沒有準備的 唱得超級差 在學校禮堂合唱 當時只是回想 自己沒有做到好好的準備 但之後再有機會踏上 就是經過虎道門踏上台版的時候 就知道每一次上台版的機會 都得來不易 Lokman呢 我覺得小時候 一開始第一次表演 其實是小時候打打拳道的時候 那時候都沒有說 我要怎樣好好心情準備 只不過是聽著教練說 一又踢一腳 二又踢第二腳 是真的去到跳舞 真的要表演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緊張 因為那時候是 我要很有型 然後其實心情很緊張 去到後來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踏虎道門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真真正正我覺得好像是 MIRROR表演的時候會再具體一點 就是好像我們演唱會的時候 那個虎道門最開心的是 因為跟其他兄弟一起踏過去 因為這一刻就是真正 MIRROR也開了兩三次大型演唱會 那哪一次比較深刻 第一次剛剛出道就已經做 STAR HALL 還是剛剛今年這一次呢 我覺得兩次不同的感覺 第一次的感覺是 快到大家都沒有消化到 只是剛剛給完賽 十月給完賽 十一月就出道 十二月就演唱會 那件事都發生得太快 咦 演唱會來的 我們還覺得有點像 造星比賽的畢業禮 但真的去到剛剛那次的演唱會 大家都覺得 真是一個演唱會 然後大家都經歷過這兩年多的進步 兩年多的蛻變 然後這次我們經歷了 《調教你MIRROR》這個攝影 再去到演唱會的時候 覺得整件事的感覺 跟第一年真的很不同 大家的結合強了很多 大家一致了很多 大家對舞台上的了解也熟悉了很多 然後大家也多了很多歌 如果這首歌 在那時候表演的時候 也挺爆炸的 都想玩 期待Live 很期待Live 再伸延到MV 就是要用這一種 大佬來的 很有霸氣的 那拍MV的班底是不是也是你自己找的 是 也是 這次也是我之前合作的班底 例如蝸牛特意也是他們拍的 但這次美術是新第一次合作的 東風 我覺得美術做得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很細心 其實我們自己有一個 燕西竹的就說 魚缸也是我們的 真的我們那天 自己帶過去 魚缸也是美術自己帶過來 然後再裝飾 怎樣擺幾條魚 他們都真的有用心去計 所以這次真的很感謝美術 本來是一個爛的車場爛地 就搭建成為現在看到這麼漂亮的套組 所有的海報 畫 光管 陳設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搬上去 真的很有心思 佈置了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去參觀博物館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那個 超多打卡位 很漂亮 然後我們兩個超級興奮 然後就融在 而且因為它的套組很完整 令到故事性或氣氛的味道很濃郁 所以我們拍攝的時候 都很容易投入 因為我們本身就已經在那個世界 一進去就能夠進氣 特別看到一輛日式的暴走卡車 其實香港是不是有很多這些車 都不多 都難找 有些這些車的 但不是每個車的燈牌的形狀都一樣 我們都要選擇 因為有些是海報多一點 但燈沒有那麼多 我們就順利想晚上選燈多一點 都要選擇 還有我們都對比過日本那些 日本那些真的大價很多 還有燈是厲害很多 可能香港因為有法例問題 它不能裝很多 所以其實都很難找 那些車內籠也很重要 有一個內籠其實是一輛魚車 對呀 魚車在魚 一打開門看到我拿著咪槍 其實它是一輛魚車 一上去真的有很多魚味 很鮮 而且很鮮 但最重要是站在那裡 那一下真的很鮮 爆出來那一下 那是開心的 台前沒戰鬥 對 就是那裡 而且這次 我稍後會鋪回一個地方的 前後和後的照片 想給大家看看那裡有多大分別 因為很多朋友都問 那裡是否本來就是這樣 對 真的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這件事 我們每次都很自豪 本來不是這樣的 我們美術部都弄成這樣 即是那一晚之後就沒有了 對 期間限定 弄完之後就再拆回了 對 false 我們在找到這裏 我們會不會有一點 一定會不會有事 讓我們來看 那天會不會有時 我會不會有時 我們會不會有時 żeby曾經 我們會不會有時 我們會不會有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